哟,大家好呀 啊,有小伙伴问了南美刚现在的状况 旧水还是被木头搞得很黄 所以每次总感觉拍出来的效果不怎么好 而且有的异形鱼也很害羞 每天晚上这条异形就像死了一样卡在树洞那里 除了最大只的网球虾在外面活动自如以外 剩下的几只网球虾和非洲网球虾 就永远的躲在树洞里面 还是希望它们快点长大吧 龟岗这边的女王明显的又大了一些些 也不知道它最后能长到多大 龟岗里面的红剑鱼寿命都差不多了 所以买了点其他的鱼进行尝试 感觉高配版尼秋也长大了一点点 一点都不害羞在缸里成田上寸下跳的 哎呦小钻纹被地图蹬了一下 因为是白天所以看不见黑羽毛 最后来看一下我们的蓝眼 既然更新了两个鱼缸 那么我就顺便更新一下家里这五只可爱的小安蠢 不得不说瑞奇的威慑力还是蛮有用的 感觉距离上一次瑞奇下户归零高 已经快过了一个月了 没有任何一只安蠢月狱 所以说养着几只蓝胸唇最开始的目的 是为了吃easy掉下去的鸟梁 不过小母鸡要下蛋嘛 营养还是要跟得上的 每天我都会捡大概20个面包虫给他们吃 让我有点惊讶的是 安蠢这玩意儿也太凶了 一言不合就给对方的背部做个除毛处理 而且给对方拔毛 并不分公母 因为荔枝的背也秃了 所以说我没有和小安蠢们 培养什么特殊的感情 不过每一次我过来 他们都还是满回希望的过来迎接我 不过我想培养感情 也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 毕竟每天都有一个家伙 在阻挠我做这件事 但是 我是美麗 我是非常美麗